大家好 龟背竹是非常好养护的官叶植物 很多花友在养护过程中 就是它 不冒新叶子 这是什么原因呢 龟背竹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根系长满盆之后 养分消耗殆尽 这样就会影响它冒新芽 再看一下我这一盆 龟背竹 长势就非常旺盛了 平时施肥都是用发酵复苏好的芝麻品肥 作为麻衣肥 或者是 拿上四五粒 兑一千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每隔三十天给它浇灌一次 以可以增加土壤的 腐集质 增强土壤的白血透气 同时也能满足 龟背竹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上盘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疏松 透气白血性良好的 营养土 更有利于 后期龟背竹长得更加旺盛 选择 大一点的花盆 因为根系长得比较发达 栽培的时候 底肥我们一定要放足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后期生长得更加旺盛 放一些发酵复苏好的芝麻饼肥 龟背竹 也是非常喜肥的植物 养分足了 后期 才会生长得更加旺盛 叶片才会长得越多 才会一片比一片宽 开打一下 让盆土更加的疏松 更细贴紧 接下来就是给它浇 蒸根水 用快速形的生根营养液 一勺对一切而生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给它浇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更快更好的萌发新根 因为新的根系是吸收能力最强 最有活力的 根系长多了 后期 吸收养分足 冒出的叶片才会一片比一片大 接下来呢 我们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不要让强光极色 这样很容易灼伤叶片 好了 再见